在国内的网络上,似乎印度一直是一个强奸大国,强奸犯得到惩罚甚至直接处死,应该是迎合观众的结局 但是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的这部印度电影却是另辟蹊径,一部描写诬陷强奸案的电影《刑罚点》第375条 大家好,我是老二,欢迎来到瞎集二看 女主小安是一名演艺公司的服装助理,一天她按照领导要求将服装送到导演家中进行拍查 谁知导演对年轻靓丽的小安检色奇异,当即安排保姆出去买东西,然后对小安进行了粗暴的性侵 身体和精神上极度痛苦的小安哭着回了家,在家人的支持下,小安决定打电话报警 接下来的取证中,小安更是受尽了耻辱,因为没有女医生,小安只得任由男法医对自己进行取证工作 更是在例行提问中重复了噩梦一般的遭遇 同一时间,著名宝莱坞导演老罗被警察带走训问 老罗正是这一强奸案的被告人,也就是侵害小安的人 此事经过媒体的曝光发酵后,引起了非常强烈的社会舆论 所有人都很同情小安的遭遇,要求对老罗进行严厉的惩罚 在请愿人群的怒吼声中,一审开庭了 庭审中,法官宣读了DNA检测结果 在小安身上提取的残留物,与老罗的DNA完全吻合 法庭当即宣判老罗因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同样处于痛苦中的还有老罗的妻子 他不仅要承受丈夫的背叛,还要接受其10年刑期的恶号 真是人在家中做绿帽天上来 但是见到妻子的老罗却坚称自己没有强奸任何人 他说DNA报告是被人恶意篡改的结果,让妻子相信自己 妻子抱着最后一丝的幻想,花重金聘请了律师界的翘楚老萨 经过调查,老萨发现整个案子有很多可疑之处 第二天他来到监狱,表示如果老罗不对自己坦白的话 自己就不会接受他的案子 老罗说出了所有的真相,而老萨也就果断的接下了这个案子 由于老罗是著名导演,不想将这件事公布于众 所以老萨决定把辩护的重点放在法律程序上 终于高院接受了老罗的上诉,第二次庭审开始了 在双方各自陈述后,检方拿出了DNA检测报告 以及小安同事的证词 案发前几天,小安从导演的房车中衣衫布整的出来 这间接的反应在案发之前,老罗极有可能已经骚扰过了小安 看到这里,案件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了 在休庭期间,来到门口喘息的老萨被群情激愤的民众团团围住 甚至还被人泼了一脸的脏水 人们认为老萨毫无正义道德,为了钱给一个强奸犯来辩护 但是作为资深律师的他,早已是顶级的抗压能力了 休庭结束后的老萨立刻开始了反击 他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警察在抓捕老罗之前,曾利用职权向老罗进行过金钱勒索 在勒索未果后,又扣押了床单等现场证物 并延迟了五天才交到法医处进行检测 通过这一事实,老萨有理由怀疑证据已经遭到了篡改 所以这些证据就不应该被法庭承认 面对副警长的质疑,老萨拿出了直接证据老罗的通话记录 最后副警长实在无力辩解 老萨当即提出立刻无罪释放老罗 法官经过商议最后宣告 虽然警方存在违规行为,导致证据存在监管漏洞 但是副警长的智商证明,他并不足以篡改和污染证据 法庭依然会采纳所有针对老罗的证据,没有理由宣判其无罪 二审失败的老萨意识到,如果想要老罗无罪释放 就必须要将真相公之于众了 再次开庭后,老萨再次拿出了关键性证据 小安的同款紧身牛仔裤 同时找来了一个与小安身材相似的女人试穿一下 结果表明这种牛仔裤无论是脱还是穿 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如果小安是被强奸,那么在其反抗的前提下 老罗如何能在不撕烂牛仔裤的时候将其脱下来呢 而且如果反抗存在,那么老罗的胸部或者手臂 一定会有小安挣扎过后的伤痕 但是结果却是老罗的后背布满了抓痕 种种结果表明,小安分明就是自愿和老罗发生关系的 此案不涉及强奸,而是两个人的婚外情 听到这里的老罗妻子愤然离席 老萨的证据显然不止这些 他声称自己有老罗房车的监控录像 里面有小安和老罗的亲热画面 这足以证明两人是情人关系 法官当即认为这是关键证据 可以确定两人之间的关系 于是让老萨当停播放此证据 可是老萨却拿着硬盘先走到了小安的面前 他说自己不想让小安难看 但是如果小安还是不承认的话 就只能让在场的所有人一起看这些不雅的画面了 随后他慢慢走向电脑 准备播放证据视频 就在这时小安忽然喊住了老萨 让他不要播放 而老萨转身笑隐隐的表示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小安的行为表明两个人的关系就是婚外情 事实是自己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视频证据 因为老罗的房车监控早就坏掉了 这个硬盘就是自己为小安设下的圈套 法官因欺骗蔑视法庭严厉批评了老萨的行为 并吊销他六个月的律师执照 随即老萨又拿出了一段监控视频 案发前四天小安也去了老罗的家中 当时的他带着鲜花头饰 但是案发当天却没有带 所以警察在老罗卧室找到的干瘪的鲜花头饰 是案发四天前小安掉落在老罗卧室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 那小安为什么会在案发前也出现在老罗的卧室 这再次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就是婚外情 检方表示就算两个人是情人关系 但是根据法律规定 小安案发当天是拒绝的 是被老罗强迫发生的关系 同时小安身上那些伤痕又怎么解释呢 法官认为此案确实疑点多多 所以决定择日再审 休庭过程中老萨带着团队反复寻找证据 终于在老罗家的电梯监控中发现了异常 最后的庭审中老萨再次拿出了关键证据 从电梯视频监控中看 小安来的时候是坐电梯上楼 但是下来的时候却是走楼梯 而保姆从出门到返回的时间为22分钟 小安当天穿着紧身牛仔裤 如果发生激烈反抗 这个时间内性侵是无法完成的 这时的老罗也走上了证人席 他供述了事情的原委 六个月前小安来到自己工作的片场做服装助理 但是在一次拍摄中 他发现小安违反规定偷拍现场照片 然而令老罗意外的是 小安拍的竟然全都是自己 一腔热血的老罗立刻就不淡定了 浮相连篇 起初的小安并不愿有过多纠缠 因为老罗是有家世的人 但是架不住老罗提供的工作便利 他被提升为高级服装助理 再加上自己本来就对其有好感 所以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老罗的情人 风流潇洒而且有钱有势的老罗 只是把小安当作了一时的情人 但是对方越来越强的占有欲 让他感觉到了危机 所以他立即断绝了两人的关系 心怀怨念的小安决定报复老罗 案发当天是小安主动上门认错 并且与老罗再次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而他身上的伤痕 是在没有监控的楼梯间自己撞的 这就是小安从楼上下来时走楼梯的原因了 之前老罗不愿意说出实情 是因为不想让妻子知道自己出轨的事实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整个案件已经被彻底推翻了 强奸犯变成了受害者 受害者却变成了案件的策划人 此时的检方再次表示 根据刑法点第375条 女性在法庭上表示她不是自怨 那么举证就落在了被告人身上 而对方律师的辩护都是假设和猜想 并不能形成证据 最终法官宣判 虽然双方的证词都有道理 但是回归刑法点第375条 如果男人利用职权凌驾在女人之上 两人发生关系并被医学证明后 如果女方表示并非自怨 那么法庭会优先采纳原告女性的意见 除非被告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所以当庭宣布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处老罗十年有期徒刑 老萨听后当即表示会继续上诉 结束一切后的小安 站在楼上流泪看着被押往监狱的老罗 转过身他对检察官说 导演说的都是事实 谢谢你帮我报复了他 纵观本片真相 其实是一个小三想上位 但是失败 最后报复渣男的故事 正如影片开头所说 法律不等于正义 正义是抽象的理解 影片中探讨的法律和正义的关系 我们相信世界上有正义 然而法律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正义 又在多大的程度上违抗了正义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